大家好,我是家要学习的钥匙银的林玉如 然后我先来分享一下就是上麒麟老师的一些课程的心得 第一个是为什么会选择麒麟补习班 其实在选补习班的时候就是有一直听学姐说可以来听老师这里上课 那来试听后就觉得很适合自己 因为像我个人是不喜欢那么厚的讲义 那老师的讲义它是属于精华中的精华 所以跟着上课后然后自己再念起来 我觉得会比较省力的会省力一些这样 那我选择的上课方式是面兽版 那再加上它是属于小班制的 如果有问题你可以直接问老师 那老师也会在台下走来走去关心我们 所以跟老师的距离会比较亲近 那如果偶尔请假的话我就会用DVD补课 那面兽的好处它是听完课之后你可以直接回家复习 那再搭配学校讲义念起来会比较轻松 那补课的好处就是听DVD补课的好处是它可以暂停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想写的笔记完整的写好 然后再继续往前这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拿捏自己喜欢的方式这样 然后第三个是各科的一些心得分享 就是呢因为我上过药化的先修班 然后再来是国考的一节班 然后还有最后是解题的冲事班 那首先就是不得不说老师的药与药化教法真的很无敌 就是可以套用在各科上 那一开始的药化基础课程就是大家一定要去上 然后不要请假 因为这个时候老师是教大家一定要学会怎么应用它的方法 那有些很复杂的药化结构老师会教你怎么记 那记完之后你就可以 记完这些基础之后呢 老师的解题方法就是一直套用一直套用一直套用 所以你每次在解题的时候你就会冥冥之中 怎么就可以套用进去了 所以就觉得很神奇 那如果你有想到是遇到想不通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记得下课赶快问老师 那老师如果经过跟你解说之后 你一定会更加的了解 那其他像是神药啊 这个科目 它其中也有一些成分的部分 也可以利用药化的方式套用在上面 所以上课一定要认认听 真的很受用 那至于药分药剂这些科目 老师他的讲义就是会抓取国考的重点给我们 那在教我们遇到类似的题目 要怎么解 其实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是一直套用一直套用 所以就是题目是火了啦 但观念是一样的这样 这个意思 对 那生物药剂计算的部分 老师的教法也很火 而且解题真的非常快 然后比起自己算了老半天啊 然后在那边擦来擦去擦擦写写这样 那老师他一调试就可以解除答案 所以我觉得非常受用 一定要学 然后再来是我如何调试心情这个部分很重要 那其实一开始就是我就是想要赶快就是把国考的内容念完这样 但是就忽略自己到底有没有念进去这件事情 所以到最后后期有点踩不住脚 那加上 嗯 加上那个我们在实习啊 所以常常会觉得自己 诶怎么这里念了也不熟 那边念完也不熟 所以 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念懂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 其实我觉得念国考不是求快 是求自己有没有念通这样 然后后来我的方式是就是搭配老师的讲义 然后还有自己的整理的重点 然后念完一个单元后一定要练习写题目 然后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学会 然后才继续前进下一个单元 所以 最后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国考题 就是在最后几个月就是充斥起 一定要练习把自己写错的题目抄下来 然后之后在做新的题目之前一定要一直复习一直复习 然后确保同样的类型不会再写错这样 然后最后就是要告诉大家 正在准备考试大家 就是国考是一个长期抗战 那天妹就过时 他只会给坚持到底的那个人 所以最后的冲刺班大家一定要撑住 就是就算你前面念的再多 然后如果最后的发条风了 一切都会功亏一亏 但是我觉得适当的休息是必须的 就是在我念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看影片或是去运动 就是一定要找一个让自己抒压的方式 就是如果一直逼着自己做的念书 我觉得这样效率也不会比休息一下后来念的好这样 那像我自己就是会犒赏自己出去吃个好料 逛逛街看看电影 我觉得放松心情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一定要适当 然后这些娱乐结束之后呢 就是要告诉自己要收心 然后回来继续加油 就是你只要 因为自己的老师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就是 想着国考完后这些事你想做就可以做 那现在辛苦一点又何妨 对 那所以大家一定会觉得现在补习超痛苦 就是从白天到晚上 然后每次踏出补习完天就黑了这样 然后写了一大堆的题目这样 那是我觉得这是必经的过程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撑下去的话就没问题 然后再来是念书期间 我们就不要管别人在干嘛 别人练到哪里啊 就是每天就是要给自己 每天要做的就是给自己安排好计划 然后一步一脚印 然后呢完成了就给自己一点鼓励啊 像是看影片啊 刷刷废这样 因为我觉得被别人影响 很容易影响自己的步调 那当然有问题可以和同学互相讨论 就是有 我觉得有学伴一起念书 在国考的路上也是很不错 那最后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尝到那颗胜利的果实 谢谢大家